镜头找到高雄来看到这个抗疫的情况 民众抗疫建商 高雄刚山路上一栋新建大楼的工程 才刚打地基 附近的居民发现自家的房屋开始像是这样 墙都裂了 然后地面也出现裂缝 瓷砖掉了满地 多达80多户 都是因为这个建商在挖地基造成了吗 是现在所有受损的住户们 现在最大的疑问 他们说根本也不敢再睡在这 不过在反应过后 建商目前尚未给出让民众满意的回应 然而建商也指出 接下来新建大楼是不是真的影响到 民众的住家这么严重 要进一步的评估 数十位居民拉起布条 在这处新建大楼工地前抗疫 不满建商 开心盖房子却是苦了他们 好好的家园地层下陷几乎要成了围楼 地层下陷 整个房子都裂开 屋主指着墙壁 瓷砖裂痕相当的长 还有这处墙面左右错位两三公分 缝隙都可以插进手指头 瓷砖剥落散了一地 高雄岗山这块空地要盖大楼 地上十五层到地下二楼 才刚在打地基附近的民宅 墙壁倾斜跟铁皮分裂 居民住的是心惊胆跳 来到地下室满地湿答答 不只是渗水而已 因为新建大楼工地前身是加油站 只疑建商没有妥善处置好 竟然还会流出汽油水 大人就不扣一下 不要说出事儿子 到过去出事儿走到现在 然后他们工地主人就直接跟我说 你们去报啊 你去报啊 你们在一间的 不然你们现在是要怎么样了 附近九栋楼总共八十户居民遭殃 建商则表示会进行评估 不过附近的居民每天回家后 看见房屋这惨况 要是不赶紧找出问题 解决问题 担心来个地震或是天災 家园恐怕会于一旦 华市新闻黄一副 许立森 陈信仁 高雄报道